今天ET各股推介是中国飞鹤6186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挑选原因是 中国飞鹤以婴幼而配方奶粉业务为基础 连续5年 稳居中国婴配粉市场第一品牌 公司凭值多品牌策略和渠道数字化改革 上半年市占率持续提升 根据尼尔森数据 上半年婴配粉行业销售额连跌1.4 公司透过高端品牌增长和数字生态模式 推广 市占率提升1.4个百分点 线下市占率达到23.1% 表现好过行业 中今预期数字生态价推进 有助公司进一步获取市场份额 并且推动公司收入持续改善 根据磐薄综合劝商的预测 中国飞鹤2023年盈利预料跌4% 去到47亿人民币 跌幅是按年收窄的 2024年盈利预料会指跌回升1.1 去到52亿人民币 走势上 中国飞鹤近月营造商底 昨天收入4.44 策略上可以等候近日低位大约4.3级 目标先看8月份高位4.9 跌穿4元便减持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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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